好,各位都拉进来了吗 好,那所以等一下我们的目的呢 是要在那个片头这个地方 要把它放一点音乐进去 放一点音乐进去 好 好,各位应该都放进来了 那我们就把,你就可以稍微听一下 好,点一下就可以听到那个音乐了 听到你的音乐 那你就把你的音乐呢 拉到,我们通常习惯是拉到影片的下方 下方 那你的音乐一定会比较长 一定会比较长 那所以呢 我们会 会把他拉远一点 拉远一点 然后就把你的音乐的这个界线 好,最右边结束的界线 因为这是整首歌了 所以就把它往前拉 拉到你那个影片结束的地方 好,拉到你前面这一个片子结束的地方 好,那这一段就会有你另外配的配乐 好,另外配的配乐 好 好,那你的另外配的配乐 有一个小地方 有一个小地方要注意 那跟刚刚的概念一样 你看你这个音乐上面 哇,这一首音乐是澎湃激扬的 所以他的那个 他一直都爆音到最大声 对不对 好,所以我们一样点这首音乐 一样在那个音频的这个音量这边 我们把它往下调一点 不然那个会很震撼 好,这样子让他不要有红色的部分 这跟刚刚的概念是一样的 那不过重点是在这个地方 淡入跟淡出 好,我们在那个片头音乐的时候 我们不会希望说这个音乐 一出来就突然跑出来 会吓死人,对不对 然后也不要突然就咔嚓就截掉了 就直接换到你的声音 这样子很突兀 所以我们会在淡出跟淡入的地方 会做一点那个缓慢进来缓慢出去的部分 好,所以你就一样是选到这个音乐 然后你就把这个淡入的时间做一点调整 看你要几秒钟自己调 我们通常一秒半左右应该就 因为你这个片子很短 反正片子没有很长 所以前面那个你就自己看多久自己拉 那拉了之后你就看到他这个声波 有没有,他的幅度会变和缓 所以你是慢慢变大声进来 然后正常的音量 然后后面一秒半的就慢慢变小声结束 然后才切换到你的正片 才切换到你的正片 好 所以大概会是这样的一个做法 这样一个做法 这个叫淡入 前面这一段叫淡入 后面这一段叫淡出 淡出 好 所以用音乐的部分大概就是只会 就是你要多长就剪多长 那你要前面后面不要太突兀 那就是用淡入跟淡出 大概是这样 好 所以基本上我们如果在剪一个课程 课程影片的话 其实大概就是主要就是你的片头 片头那个说明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其实也可以用动态的影片 那动态影片如果没有剪辑经验的人 我还是会建议你到那个Canva去做 那个超简单的 我们下礼拜天会讲 他可以直接给你一段 比如说20秒或者5秒的那种片头动画 那你还可以把里面的那个画面给换掉 变成你自己的影片的画面 所以那个效果很棒 而且他美工又强 完全不需要专业美工的基础 好 那所以再来就是你的音乐 音乐那个有那个没有声音的部分 那或者是说你这边如果都在讲课 然后你觉得会有一点沉闷的话 有时候我们会放一点背景乐在下面 那就会把那个背景乐的音量把它变小声 把这个音量缩到很小声 隐约听到有背景乐 然后就可以那个影片的气氛可能就会比较好一点 大概是这样的处理 这是最基础的 就是我们课程 如果你那个要做线下课程的话 线上线下 这个是属于线下的 就是你剪好之后放到YouTube 他随时可以看 这个叫线下 那所以这是基本的内容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做法 嗯 嗯